柯文哲就是說啦 你看青島動路都是你的領導人 雖然我沒有去聯名 但是你為什麼仇恨值這麼高嘛 我跟大家講 柯文哲其實在嫉妒 嫉妒不是嫉妒領好 是嫉妒仇恨值 因為聲量跟厭惡度現在誰最高 都是黃國昌最高嘛 柯文哲曾經說過 愛的對立面不是仇恨 愛的對立面叫做冷漠 所以柯文哲真的可以跑到青島動路 沒人理他 黃國昌旁邊還有兩個警察陪著 怕被人家打 所以柯文哲沒人理他 冷漠 所以柯文哲現在非常嫉妒 黃國昌的高聲量跟高仇恨值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說 小草變充粉了 那這個黃國昌是不是一個人 拿走了所有的聲量以及光環 那阿伯怎麼辦 這個時候阿伯講話了 阿伯說沒有 其實黃國昌12年來都沒變 第一個 柯文哲曾問黃國昌說 青島東路都是靈堂 都是你的靈堂 我真的我沒有看到 我去了好幾次 我沒有看到黃國昌的靈堂 可能有些招牌啦 有一些標語 但是沒有設靈堂啊 可能柯文哲一直在忌恨 519黃國昌堅持要辦 結果那個舞台設計的好像告別式一樣 所以柯文被我說是柯文的政治告別式 所以他說青島東路都是黃國昌的靈堂 我就不知道柯主席有沒有去靈堂 你說有靈堂啊 結果沒有看到青島東路有設靈堂 但是昨天一兵旁邊 禮拜天啊 禮拜六 一兵旁邊榮興花園 那個白色椅子還蠻像銀堂的 他們好像很堅持要用白色的 用白色椅子 白色椅子我有算 這個不用四叉貓 因為太好算了 白色椅子總共300張 所以現場大概500人啊 因為人數太少 四叉貓不想算 所以張一賽就幫四叉貓帥 500人 500人的場合 柯文就說啦 你看青島東路都是你的靈堂 雖然我沒有去靈堂 但是你為什麼仇恨值這麼高嘛 我跟大家講喔 柯文哲其實在嫉妒 為什麼呢 嫉妒靈堂 先講嫉妒這件事情 嫉妒不是嫉妒靈堂 是嫉妒仇恨值 因為聲量跟厭惡度現在誰最高 都是黃國昌最高嘛 柯文哲曾經說過 愛的對立面不是仇恨 愛的對立面叫做冷漠 所以柯文哲真的可以跑到青島東路 沒人理他 黃國昌旁邊還要兩個警察陪著 怕被人打 所以柯文哲沒人理他 冷漠 所以冷漠 所以柯文哲現在非常嫉妒 黃國昌的高聲量跟高仇恨值 為什麼時候我的仇恨值才可以拉高 所以才講這句話嘛 心裡酸酸的嘛 所以柯文哲在嫉妒黃國昌的同時 他說 黃國昌12年都沒變 這我們要學習民眾黨科學的精神 什麼叫科學的精神 科學精神叫做相對論 我們不要講愛伊斯坦太高等 兩台車同時同樣速度在改變 在行進的時候 你會覺得對方是禁止的沒有變 對 所以柯文哲一直在改變 黃國昌一直在改變 而且還同步改變 同步改變的同時 他們覺得對方沒有變 所以我們兩邊速度都是零 對 所以我們要以民眾黨科學的精神 來看這句評論 原來這是科學家 科學家 柯文哲講的沒錯 他認為黃國昌沒有變 這件事情是沒錯的 但是只有柯文哲認為 因為他們同時在改變 我們都發現黃國昌不斷的在變 為什麼黃國昌不斷的在變 因為這一次所謂的賦議案的結果也好 8票也好 8票投給所謂的國民支持反對的覆議 包含黨產的選前說 那個要把國家還給你 選後便把黨產還給國民黨 整個的過程 就證明了你黃國昌在改變 當初黨產你怎麼講 當初很多的國會改革你怎麼講 你現在都沒有在做 所以你在改變 所以黃國昌為什麼要改變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他必須往深藍不斷的靠攏 因為叫做新北市長 新北市長他為什麼傅崑琦罵他 傅崑琦插嘴都不會有反應 都不會生氣 柯建民只要一插隊插在後面 他就馬上生氣跳起來 可以這樣插嘴嗎 現在可以這樣插嘴嗎 當然是新北市長 包含侯友宜的活動他都去參加 新北市長他只有一個方式 可以拿到所謂的新北市長 就是國民黨禮讓 所以他上廁所的時候 不斷的問人家說 你們國民黨會不會提名人嗎 你們國民黨會不會禮讓我嗎 所以他在乎的這件事情 那當然在乎這件事情 國民黨會不會禮讓 是一個大問題嗎 所以他必須往深藍靠攏 往深藍靠攏 他才能複製所謂的高宏安模式嗎 未來如果他跟國民黨的提議的人選 不夠強的話 他就可以在新北操作氣跑嗎 才有勝選的機會嗎 這個是黃國昌整個他所謂的國會改革 完全都是為了他的新北市長的大夢來布局 你覺得他有可能到最後 好啦好啦我去選新竹嗎 這個就來了 當黃國昌如果國民黨派出叫李四川 現在李四川是碾壓他 他在新北市的民調比民眾黨都還差 只剩下13% 所以當他的民調這麼低的時候 黃國昌絕對不是戰神 黃國昌在確戰神 他在戲子曾經被罷免 雖然沒有過 但是他就不敢在戲子選了 所以他如果沒有勝選機會的話 他不會想選 問題來了 他說聽主席的 那主席怎麼講 柯文哲怎麼講呢 柯文哲就是怕你黃國昌當選 所以你越沒有當選機會 他就會越派他去新北市長選舉 因為對柯文哲最大的利益來講是議員 所以如果黃國昌不選 如果黃珊珊不選 沒有在雙北市長選 他沒有辦法帶動網路上面的聲量的時候 他們的議員的選舉會選得很差 所以對於柯文哲來講 議員席次才是他的關鍵 黃國昌你最好不要當選 你當選之後 反而會挑戰我黨主席的地位 哦 了解了解 好 感謝議善這個科學家的分析 所以派黃國昌到一個很難選的地方 讓他選不上 有助於柯文哲他在民眾黨裡面的領導地位 以及他的聲量 哇 同黨的還要這樣子計算 真的是很辛苦 來 北辰將軍來幫我們大家分析一下 所以接下來有沒有可能民眾黨裡面 鬧成一波 然後藍白裡面又鬧一波 因為大家都搶著要去憲法法庭延遲變了 接下來的政局到底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民眾黨的如意算盤 他是用會期去分 用會期去分 上個會期國會無法 他幾乎是完全跟著國民黨走 所以他下個會期其實有調整 他們會以這個才華法為主 由黃珊珊主導 然後擺明了他們的法案 他們提出的法案跟國民黨的 是不一樣的 兩個版本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的想法就是說 嘿嘿 我提出來了 民進黨就一定要跟我合 然後我們來碾壓國民黨 這是他們的如意算盤喔 那可是如果民進黨不甩他們呢 那國民國民黨的 五十四席加兩席那個五黨籍嘛 對 就要跟八席PK囉 對 這換民進黨說好 你們自己玩 你們倆自己玩 你們會不會跟白銀合作 其實我想現在比較心急的 應該是民眾黨 沒錯 因為民眾黨的他的民調 正在無量下跌 對 所以這個無量下跌 他現在要找浮沐啦 那我們當然跟任何人法案都可以討論 但是好像民進黨沒有什麼必要 去當別人的父母 聰明 真的聰明 因為如果你去當人家父母 我跟你講支持者會罵爆你們 聰明 為什麼說聰明 因為民眾黨認為他很聰明 我現在跟國民黨合作的巴西 搞得國民黨整個自嗨高潮爽的不得了 他認為下個會期他拿才華法 來跟民進黨合作 民進黨也會感情他們的不得了 可是相反的呢 如果民進黨不甩他們 你巴西去跟人家五十四席啊 讓你爽一下 感受一下被國民黨碾壓的快感 你知道嗎 這還不打架啊 那只有兩個選擇嗎 第二個素白旗投降 他們素白旗對他們的黨沒有侮辱 本來就白的嘛 很自然 對本來就白的啊 白色的政黨素白旗 那完全沒有侮辱 沒有違和感 對不對就素白旗投降嘛 我們是民眾黨白旗在搖 國民黨就順勢碾壓過去 然後這巴西被碾壓說 好爽喔 我好喜歡被壓喔 被壓的感覺好爽 就跟鹿瓶專案一樣 那個碾土機碾地機去碾柏油一樣 碾完就很爽 是這樣嗎 民眾黨是這樣 他才不想這樣的 他想下一個會期就聯合了民進黨 加上他們的八席 就變成五十九席 去碾壓國民黨 他兩邊都要壓 但是民進黨已經很聰明了啦 上當一次 叫做單純 上當兩次 對 叫做誠心 上當三十就要笨蛋 蠢才 我也在上當第三次 所以民眾黨的如意算盤 到目前為止 他那邊該該叫你知道 因為民進黨不理他 民進黨不理他 那他的版本跟國民黨又不一樣啊 那怎麼辦呢 要對撞嗎 八截車廂去撞 五十四截車廂 各位你可以看看那種爽快的感覺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就要等這個時間啊 我就在等那五十四截車廂 去碾壓的八席車廂 那八席車廂看有沒有 有沒有沒出息的 會直接掛到 變成國民黨車廂的外掛 對不對 我黃國昌會不會直接變成 國民黨的外掛 然後有沒有人會站在黃山山後面 跟他一路跟國民黨對撞 下一個會期的好戲 就看國民黨跟民眾黨翻臉 因為只要民進黨 不要被民眾黨騙 因為民眾黨勢必在法案推動上 一定要跟國民黨翻臉 我告訴你 讓你感受一下 什麼叫做程序委員會 都被碾壓的感覺 紅森化委員有好幾次 庫瑪也有感覺對不對 讓黃山山也感受一下 那種被碾壓的快感 也許民眾黨你不會怕 因為你舉起起起子才搖 起子也是白的 Lady 雞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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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